《波士頓血腥恐襲》 誰是真空? 十二年後,美國歷史再次留下傷口 有兩萬多人參加的波士頓馬拉松 成為連環炸彈恐襲目標 造成大量死傷的兩個炸彈 被恐怖分子藏在路邊垃圾桶的一個背囊中 而這兩個用黑火藥造的土製菠蘿炸彈 裡面還放了大量降珠,一爆 越接近炸彈的人就越容易被炸斷手腳 放了大量降珠,殺傷力的範圍可以去到多大? 兇徒特地選在終點位犯案 讓所有媒體都捕捉到生死一刻 那麼高調究竟是什麼人所為? CNN拿到執法機構報告 說探員追蹤近一個身膚色或黑人男性 證據說粗外掛口音的他曾試圖闖入賽事禁區北果 他離開後5分鐘,附近就發生第一次爆炸 雖然當局一直不認有抓到人 但有多家傳媒都報導 有個拿著學生Visa的20歲沙地男正被當局拘留 現場消息說警察見到他當時行為鬼說 於是追前制服他 另外在網上也封傳這張照片 聲稱個神秘人 就是站在爆炸現場附近大廈的天台 隔了不久恐襲就發生 懷疑他有可能是幕後黑手 矛頭除了指向伊斯蘭激進分子 也有人猜是當地極有組織所為 家印前一戰爭是截止捕碎日 同時又是愛國者日 反政府、反交稅的激進分子 通通都有機會施以毒手 至於已經開行Turbo調查的FBI 就會領導中情局、聯邦、州和市政府聯手追查 希望在現場拍片和照片中 找到查出真空的線索